第四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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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北車廠 又與零下夜市的附近 這邊開了一家槍店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身後的這一家槍店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進去裡面吧 Let's go wea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另外的克拉克的套件 它是真箱的套件 那其實它也沒有說它是鎮包槍用的 就是我覺得裝在鎮包槍上還蠻帥的 然後下面這些也都是各式的鎮包槍的套件 擴充套件 基本上它都是屬於3D列印 或者是工業塑料啦這種材質 你來就猜一遍 麥可 這是美國進口的Burnard 這是LE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是短板的SD 那這個在台灣量蠻少的 因為這個美國進口 然後這個是我們認識的廠商機賣的 那其實這一面牆的話 就是我們17MINI的鎮包槍 基本上都在這裡 包括說我們有打著這個左輪 或者說M4槍型 或者說上面這種散彈 這邊都是17MINI的鎮包槍 基本上都在這一區 這一櫃熟啊 我們是拍的這隻嗎 G17 G17 那G17到現在為止還是銷量最好的鎮包槍 還是我們店銷量最好的 那到了這一面 基本上就是12.7的鎮包槍 那基本上就全部都在這裡 然後有幾個空洞就是賣掉還沒補貨的 對對對 這包槍蠻多的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啦 OK現在的話我們已經來到天下武裝的武龍店 旁邊的話就是我們這位King哥 King哥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邊有賣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還是都有啊 生存遊戲的電槍瓦斯槍啊 空氣槍嘛 然後人生不平一些的 耗材這個瓦斯秘密的 那比較多的應該還是鎮包槍嘛 鎮包槍 那那麼多人買鎮包槍的東西嗎 其實我覺得有 因為防身意識現在越來越重了嘛 那民眾的需求性 我覺得這已經變得有點像 日常的需求性的一種了 所以說現在廠商推出的鎮包槍的款式其實 還蠻多的 然後就可能更方便更輕啊 更先進啊 效能更好買 對 King哥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想要開槍店啊 為什麼開店 我就想要賺錢啊 我不知道要幹嘛 我就想著怎麼把槍賣了來賺錢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剛好就被找來做這一行了 Tim哥找我來做我就來啦 然後每天上班都在玩這個樣子 每天就沒什麼人這樣 人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我就想要比上一份工作多賺一百塊 要找到一個動力的來源 沒人玩我就玩蛇了 所以我創立天下武裝來開店 所以我已經開了一家店了嗎 活得抓 你們這邊只有賣正報槍嗎 其實都賣啦 只是正報槍比較多一點 對 我想可能因為 我也有拍片在介紹正報槍嘛 廠商有看到來找我配合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都是正報槍 就越來越齊全 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其實一般生存遊戲的 人生物品啊 電槍啊 瓦斯槍其實我是偷賣的 對 對 那為什麼你想要拍片 坦白說是覺得客人煩 我們賣的時候是會教學會測試 有些東西其實是講過 但是可能他們這個他不熟 所以說就算聽了他也會忘記 那那時候就想說 好那不然我就拍下來 對不對 我要拍下來 那如果有問題也可以直接看影片 是不是比較清楚 那我也不用再一直講 那當時其實要拍片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本來是BB槍正報槍都要拍的 那你知道我有點強迫症 我想說那正報槍比較少嗎 我先把正報槍拍完了 一個部分完成了 我再來做另外一個項目嘛 確實沒錯 對對對 結果我在邊拍他在邊出 我拍到現在還沒拍完 所以拍不完的意思 拍不完對 然後人家都覺得說你只專賣正報槍 其實我是都賣我都拍的 我是都想拍的 對 原來這樣子 所以正報槍還很多還沒拍嗎 還蠻多的 所以現在正報槍台灣那麼多 都有槍那些的 對對對 我覺得是民眾的防身意識有起來 可以合法防身的器材 總類就也就是這個樣子 那正報槍只是其中一種 對 那我覺得這些都只是一個手段 都只是一個防身的手段 以前他們可能不清楚這個東西 對那現在其實有在推廣的在介紹 那廠商也有在出新的款式 那大家知道這個東西 大家比較了解的東西 討論度就比較高了 主要是新聞還是把它長成灰色地帶 對 所以其實我們拍片也是有一部分在推廣 因為我覺得 一樣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遊戲規則 清楚遊戲規則你才不會去觸發 對 那現在我自己拍影片 都還是很多人留言說 這個是不合法的 這個是要申請的 對 對 就還是很多嘛 那我覺得那剛好我們可能我們拍 有人看 那我們就來做推廣 所以講白一點 我多推廣一個 多介紹一個選擇性給你 讓你有一個防身的一個選擇 對不對 那你來找我買槍我 我有錢賺 對 對吧 其實最簡單就是這樣 而且台灣其實拍正報槍影片 介紹的人也不多 那我們剛好懂一點吧 對不對 BB槍可能沒人家專業 正報槍剛好懂一點吧 對不對 那有人看 我們就來介紹今天的推廣 對不對 我這邊有一個新款很屌的正報槍 把是多掉 來試試看這才好 屌了 真的 Oh my God What the fuck 左輪步槍 PCB Oh my God 我們來試打一下這個 我們來試打一下這個 對 上次我們介紹的時候 沒有PCB這種動力 對不對 這裡剛好有的讓你打他看 打的是這種最大顆的 十些迷你 五發 然後咧 它的動力就是這一支切屏 好在裡面 我們只要 這樣把它走開 它就進氣了 現在就已經可以激發了 現在就已經可以激發了 你來試試看 很屌對不對 Oh my God 是不是很屌 你聲音超大的 超大 好爽喔 還有 好爽喔 我不會 我沒想到 我會 一萬三千包 一萬三千包 對阿 改成PCB的動力 這整個 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自己裝好盼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喔 對對對 其實這樣還蠻便宜的 對阿還不錯阿 這已經是升級過來 而且威力已經是蠻大的聲音也很響這樣 這現在有按麥喔 有當然 所以現在已經在你們是這麼慢 當然 而且這個泄氣很方便 因為它是屬於這種球發式開關的 所以我們如果泄氣 我們泄氣只要把它撞開 像水龍頭一樣就把它灌起來 現在就是安全 對很方便 那它裝怎麼裝 裝的話 它是整瓶的 你說後面的這個動力 我們直接把它轉下來 然後打氣 看是手動還是電動 所以氣體就可以打在裡面 多多多多 對高到氣瓶 很便利 太丟了 這支架型我覺得真的蠻親密的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這邊 賣人看它這一款槍 剛才打完那個主人鋪槍真的太爽了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來介紹的正爆槍 HDP-50 HDP-50 然後觀眾嘛 福利嘛 抽獎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直接把這支槍給抽出去 好不好 我大哥在這邊就是這樣 好說 所以我們這支的話到時候會抽獎給觀眾 是嗎 對對對 就這支 這把槍HDP-50 那這支售價是多少槍 呃 4980 那除了送這把正爆槍的話 那你還會送我什麼東西呢 耗材嘛 不然怎麼打對不對 5支鋼瓶 1包彈 100顆 好不好 OK可以可以 如果你們想要抽獎的話 你們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社群裡面來進行抽獎 到時候詳細內容的話 是在裡面會公佈 那這支HDP-50的使用方法 就到我的頻道來看我們的合作影片 好不好 那你的頻道名稱叫什麼 天下武裝 天下武裝 OK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夠了 一個人都好 也感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 我是郭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 Peace